原标题 二战美军最英勇牙一人首任98名日本士兵 却差点上了军事法 听俗话说 实事造英雄 在战争纷乱的年代 英雄其实更容易出现在大家眼中 比如二战时期就涌现出一批批的英雄人物 本杰明所罗门 他的一生 除了面对敌人时无畏的精神让人敬佩 还有为他那英雄荣誉的惋惜 在大多数人的印象中 英雄一直是受人尊敬的 而且都是荣耀加深 但是对于所罗门来说却并非如此 他的英勇行为 不仅没有受到美国的褒奖 反而差点烟火上升 很难想象得到 这样一位凭借一己之力 杀死九十多名日本士兵的人 其真实身份竟然只是一名牙医 不同于印象中 人们对于牙医的那种文文尔牙的印象 所罗门是一位既能就死扶伤 又能上阵杀敌的人 早在1940年日本偷袭珍珠港之后 美军就陷入了狂躁的境地 公开对于宣战 紧接着 战争规模越来越大 进而爆发了太平洋战争 出交战时 美军尽管有着较强的实力 但是却对日军不太了解 因此 战争伤亡惨重 就在这时 所罗门就怀着一枪热血印钉入伍 由于他具备一定的医学知识 因此他成为了一名军医 但是 所罗门在士兵技能方面也毫不落后 曾获得过最佳全能战士的称号 随着战争的推进 所罗门看着受伤倒下的士兵越来越多 内心悲痛不已 于是 他将这份悲痛转化为救 人的动力 炮火纷飞中 他一直以来都奔走在战争的前线 将一位又一位的伤者 从死亡面线拉回 然而 战争从来都是不死不休的 1944年7月6日 在半岛战役进入到白战化阶段 在日军的拼死抵抗之下 美军伤亡惨重 然而 杀红了眼的日本士兵 已经处于弹竟粮绝的状态 因此 想在被水一战 于是 日军指挥官下令所有人拼死一战 要努力杀掉美国士兵 7月7日凌晨 仅存的4000多名日军手持刺刀 带上剩下的手榴弹 一步步来到美军跟前 被血色蒙蔽了双眼的他们 接人便杀人 似乎疯磨了一般 所罗门亲眼看到一个又一个的美军伤员倒下 毫不犹豫的拿起身边的步枪 对继续前行的日军进行扫射 因为所罗门是一名之一 所以他所在的地方伤员偏多 因此 他在对抗日军之际 还要掩护伤员的撤退 为了给伤员争取到更多的转移时间 所罗门决定 独自掩护伤员撤退 据最后一批撤退的伤员口述 他们离开时 所罗门身穿被鲜血染红了的白大褂 正抱着一挺重型皮弹 4.30口径机枪 喷射着子弹 而是死而归的日本士兵 正进行着一波波的冲锋 等到增援的队伍赶到时 战斗早已结束 而本杰明也几乎被打成了筛次 据统计 此一起以日人之力 击毙日军98名 身上进子弹伤口间80处 多数都被穿透伤 不仅如此 其次刀伤口不计其 数 可见日军对于其憎恨程度之深 本以为战争结束之后 所罗门会受到美军的嘉奖 但事实却是他不仅没有被嘉奖 反而因为违反去内亚公约 而差点被送上军事法庭 根据条约规定 一路人员是不能参与战斗的 否则就要接受军事审判 最后还是在众多人的请求之下 所罗门才算是功过相继 尽管有很多人认为 这对所罗门不公平 大部分人都觉得 像所罗门这样的英雄就该受到褒奖 但所罗门满身是十分淡定的 他认为所谓的名誉不过是身外之物 但是英雄注定不会被埋没 在满世纪初 美国总统小布什 亲自为所罗门发了荣誉宣章 所罗门也重新议英雄的身份被世人所了解 这也说明 即便没有荣耀加深 英雄也会一直存在每一个人心中 历人奴奴 地战 在满世纪初 混圆 中音字 在满世纪初 从中音 中音 这么一糟 中音 没